婚礼当天 曾霸凌 纠缠过未婚妻的笑霸 应拒不逃逸 车毁人亡 未婚妻咬牙切齿 这是她的报应 婚后 她却给我下药 亲手将我送进精神病院 害我家破人亡 她轻抚孕肚 眼神怨毒 是你害死了我的爱人 我孩子的父亲 她的孩子 你不配养 重来一世 我要这对赤男怨女 一辈子所死 永世不得分离 酒吧包厢内 一片嘈杂 猝不及防被推了一把 我重重撞在桌角 后妖处的剧痛 让我陡然清醒 我重生了 重生到救下柳如烟 暴揍霍尘的这一天 乖乖女柳如烟 被霍尘带到酒吧 强行贯罪 我带着几个兄弟杀过来 把正在欺负柳如烟的霍尘 愣在地上一顿暴揍 不料 柳如烟却突然推了我一把 后妖处的伤 差点伤到脊椎 让我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陈哥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兄弟看到我脸上的痛苦之色 纷纷凑上来询问 我脑子却乱哄哄的 我也是受害者 你能原谅我吗 真的带了 他中途偷偷摘了 事后我吃了药 我爱的只有你 前世婚前 柳如烟痛哭流涕的哀求声 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回过神 人群中衣衫凌乱的女孩 表情复杂 陈奇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怕你失手打死他 担上杀人犯的罪名 听到他的声音 我心里一阵烦躁 前世他就是以这个理由 劝我收手 我只顾着心疼他 哪里注意到 他其实是担心或沉 哦 是我多管闲事了 我咬着牙 在兄弟的搀扶下站起身 柳如烟愣了愣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其实也没把我怎么样 你真没必要为了我打人 他看似在为我考虑 看向头破血流的霍尘 眼底深处 却闪过一丝心疼 上辈子 是我太蠢 把柳如烟捧在手心里当宝 生怕他受到丝毫伤害 却没发现 他就是个贱骨头 早就对霸凌欺辱他的霍尘 挨到骨子里 霍尘抬起头 催了一口血沫 染血的黄毛格外刺眼 仍然一脸桀骜不驯 有种弄死我 不然我这辈子吃定了这个女人 柳如烟浑身一颤 脸颊羞红 你无耻 霍尘邪美一笑 女人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没兴趣看他们俩打情骂俏 冷漠地扫了一眼 转身离开 尊重 祝福 所死 二 霍尘 我们高中时期的校霸 校园风云人物 他嚣张跋扈 愤世急俗 目空一切 骑着机车 从校园呼啸而过 能激起无数女生惊呼 身边从不缺女人的霍尘 高三那年跟人打赌 要把女神校花柳如烟搞到手 面对霍尘的高调告白 柳如烟冷着脸拒绝 说他们不是一路人 霍尘觉得被搏了面子 一边苦苦纠缠 一边又暗中唆使其他女生 霸凌柳如烟 逼他就犯 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曾定下婚约 看到他被欺负 一向成熟稳重的我 数次跟霍尘爆发激烈冲突 差点被学校开除 柳如烟劝我 要以学业为重 不要跟霍尘计较 他绝不会喜欢那种社会渣子 我注定有大好前途 他不想看到 我跟那种烂人纠缠 耽误自己 前时我以为他只是关心我 却没深思过 他虽然始终没有答应 霍尘的告白 屡次拒绝 但很多时候 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也是一种态度 霍尘的纠缠 持续数年之久 成了我们圈子里的笑话 不少人嘲笑他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柳如烟也没少抱怨 那种狗皮膏药 谁沾上谁反 他对霍尘的厌恶 众人皆知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会为了霍尘 把我推倒受伤 后来还因为愧疚 去看望受伤的霍尘 被霍尘侵犯 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 父母劝我退婚 柳如烟跪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地忏悔着 让我心疼不已 我不顾父母劝阻 执意娶他 我们结婚那天 正是霍尘因强奸罪 被警方逮捕的日子 他因为拒捕逃逸 车毁人亡 柳如烟浑身颤抖 咬牙切齿 这是他的报应 婚后 他却表面跟我浓情蜜意 暗中给我下养 强行将我送进精神病院 全权接手了陈家产业 当我在精神病院 听到父母的死讯时 他挺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 冷笑着 看我被医生注射不明药物 为什么 我不解 他愤恨地瞪着我 我也想替活陈温一句 为什么你不肯放过他 真以为我肚子里这个 是你的孩子 是你害死了我的爱人 我孩子的父亲 你让我感到恶心 他的孩子 你不配养 死后 或许怨气太重 我的神魂在世间逗留许久 我亲眼看到 霍尘再次出现 声称自己当时运气好 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尽情诉说着 对柳如烟的爱恋 柳如烟欣喜若狂 两人激动地拥吻在一起 柳如烟和肚子里的杂种 继承了陈家的资产 跟霍尘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可是 凭什么 他们的幸福 凭什么建立在我家破人亡的基础上 这一事 我祝他们提前锁死 垃圾别再来沾边 三 被兄弟搀扶着离开包厢 柳如烟似乎终于意识到什么 急匆匆追了上来 陈奇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别误会 我真的只是不希望 你因为那种人犯罪 不值得 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是吗 柳如烟不敢直视我 点了点头 霍尘也追了上来 咧嘴一笑 态度嚣张 语气自恋 女人 别装了 你就是心疼我 对不对 陈奇 你不就是仗着家事比我好吗 如果我投胎到你们那种富贵之家 分分钟抢走如烟 不 就算现在 他也注定会成为我的女人 我的几个兄弟 顿时来了火气 叫嚣着要冲上去弄死他 柳如烟脸色发白 怒斥了一句 霍尘 你给我闭嘴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 你有什么资格跟陈奇比 少在这自取其辱 今天看在昔日同学情分上 我不跟你计较 赶紧滚啊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绝不会放过你 随即 他又急着跟我解释 今天的事情只是误会 他爱的只有我一个 他也很讨厌霍尘的死缠烂打 换做前世 我只会傻呵呵地认为柳如烟在维护我 毕竟他已经表明了态度 是霍尘死皮赖脸地缠着他 可现在我才反应过来 他通常就是这么轻飘飘的几句话 让我放过了霍尘 我还在心底深处 觉得他单纯善良 我笑了笑 也不用急着赶他走 他毕竟是被我打伤的 你帮我送他去医院吧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愣在原地 我其他几个兄弟也给我识眼色 小声劝我 陈哥 你管那小子的死活干什么 他就算死在这 也是活该 什么东西 还敢觊觎嫂子 也不撒抛尿 看看自己配不配 我没有解释太多 而是直勾勾盯着柳如烟 你也说了 这是误会一场 他没把你怎么样 我却鲁莽冲动之下对他动手 是我的错 既然错了 就要认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一样 推卸责任 霍尘 确实伤得不轻 前世 柳如烟埋怨我下手太狠 口口声声替我去看望他 免得他报警追究我的责任 这一看 就看到了床上 现在想起来 他未必真的是被霍尘强迫 我只不过想提前 把这对狗男女撮合在一起 避免他们祸害其他人罢了 否则 好戏怎么开场 柳如烟先是点了点头 随即回过神 不 你随便找个人送他去吧 我要陪着你 你的腰还好吗 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我却分不清 他是真的关心我 还是担心我出尔反尔 报复霍尘 四 半个月后 是柳如烟的生日 也是陈柳两家宣布联姻的日子 我穿着得体的西装 一副贵公子模样 柳如烟身穿高定礼服 像个小公主 依偎在我怀里 看起来格外登对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他一脸娇羞地亲了我一口 我淡淡一笑 瞥了眼角落里的霍尘 霍尘脸色阴沉 眼中满是愤恨 前世 他可没机会参加这场宴会 可宴会上 柳如烟突然离席 当婚讯宣布时 只有我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台上 后来我才知道 是霍尘打电话 说他伤势恶化 一个电话 就让他抛下了我 这一事 我给了霍尘参加宴会的机会 他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很快 陈柳两家联姻的消息正式宣布 圈子里的朋友 纷纷前来祝贺 霍尘端着红酒 红着眼凑上来 柳如烟 我们聊聊 大家都知道 他和柳如烟那点事 眼神古怪 柳如烟皱眉 你倒什么乱 我就不该答应陈琪 让你来参加宴会 你今天要再敢胡说八道 别怪我不客气 霍尘挑衅地看向我 陈琪 我承认 这次是我输了 但我只是作为老同学 朋友 来祝贺如烟 你该不会那么小心眼吧 还是说 你对自己那么没信心 担心我把他抢走 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 他凑到柳如烟身边 小声说了句什么 柳如烟的脸色顿时变了变 不等我开口 抓住霍尘的手臂往后面走 陈琪 我跟他聊两句 马上赶他走 两人快步离开 众人看向我的眼神更古怪了 我摸了摸鼻子 其实 我们两家虽然宣布联姻 但尚未确定人选 红礼姐 要不要一起跳个舞 人群之中看好戏的柳红礼 有些诧异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没错 就是他 柳如烟的堂姐 也是前世柳家 唯一一个对我有善意的人 她曾暗示过我 小心如烟 我却并未在意 后来我被关进精神病院 她也试过救我出去 可惜她父亲早逝 在柳家没什么诠释 被柳如烟打压得很惨 直到我死在柳如烟手中 也没能救我出去 美丽的小姐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我缓缓走到她身边 弯下腰 伸出手 柳红礼很快回过神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荣幸之至 看到我跟柳红礼一起跳舞 柳如烟的父母脸色变了变 一曲结束 两人立即赶过来 红礼 你在这干什么 如烟呢 我笑着硬道 如烟应该在忙 要不我们一起去叫她 柳如烟的父母 还没弄清楚状况 柳红礼却迅速反应过来 笑音音的招呼着大家 一起去找找柳如烟 一群人到了别墅二楼 情房内 柳如烟的娇哼声响起 不要 不要在这里 外面好多人 霍尘冷笑 现在知道害羞了 医院病房里人也很多 你不是很兴奋吗 呜 柳父脸色铁青 来人 把门给我撞开 柳如烟的母亲 脸上也一阵红一阵白 都散了 散了吧 误会 这绝对是误会 可惜 情房的门被反锁 一时间打不开 众人好不容易有热闹可看 也没人愿意离去 柳如烟含糊不清的声音 再次传来 你这个坏人 不是说好不提医院的事吗 霍尘语气里带着怨气 啪好 怎么 沉寂能碰 我不能碰 记住 我永远是你第一个男人 柳如烟接下来的声音 断断续续 不 陈青没有碰过我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柳家遇到危机 需要跟他联姻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碰我 我只属于你 你不要吃醋 现在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担心你受到伤害 柳红礼惊讶地捂住嘴 二叔 二婶 如烟既然有男朋友了 你们怎么能逼他联姻 这一刻 柳如烟的父母脸都绿了 我假装很失望 虽然我跟如烟是青梅竹马 为了两家合作 也愿意娶她 但她已经心有所属 我也不好横刀夺爱 柳如烟的父母还想为女儿辩解 把这件事压下去 可柳家老爷子 却黑着脸突然登场 他身后跟着的 正是我爸妈 老爷子年事已高 近几年不再插手家族事务 但只要他发话 没人敢违背 让诸位看笑话了 我再次郑重宣布 与陈家联姻的 是我大孙女 柳红礼 至于柳如烟 老二 你安排一下 尽快筹备他们俩的婚事 柳夫瞪大了眼 爹 你疯了 木老爷子二话不说 一个巴掌抽了过去 疯的人是你 滚下去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柳如烟的母亲 失声尖叫 不 我不答应 我绝不允许如烟 嫁给那个混混 可惜 这件事他们俩说了不算 陈柳两家多年合作 同气连织 不好翻脸 而柳家如今遭遇危机 需要陈家的帮助 这场联姻是在必行 以前 是因为我喜欢柳如烟 两家才默认我和他的婚事 现在 对柳老爷子而言 柳红礼同样是他的嫡亲孙女 更不要说 我爸妈已经提出 只要让柳如烟彻底跟霍晨绑在一起 陈家的投资翻倍 为了利益 老爷子可不会阻挠我出出气 柳如烟的父母 直接被保安拖了下去 至于秦房里正义乱情迷的霍晨和柳如烟 似乎被人彻底抛在脑后 十几分钟后 秦房的门开了 柳如烟衣服有些凌乱 做贼心虚地往外看了一眼 瞬间愣住 你 你们 柳红礼 你干什么 松开陈奇 陈奇 你为什么跟柳红礼这么亲密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六 看到我和柳红礼亲密地手挽着手 柳如烟炸毛了 柳红礼神色淡然 妩媚一笑 有种人 心虚的时候 最喜欢倒打一耙如烟 你不如先解释一下 你刚才跟霍晨在秦房干什么 柳如烟眼神闪烁 下意识捋了捋裙子 我们只是聊了几句 你不要用你龌龊的心思揣摩我们 我已经跟他说过 让他离开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说着 伸手就要来拉我 陈奇 是不是柳红礼跟你说了什么 他从小嫉妒我 他的话你绝对不能信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霍晨 如果我真要跟他发生什么 早就发生了 柳如烟根本没有注意到 周围其他人 都用戏谑的眼神看着他 就像在看一个傻子 柳红礼冷哼 我有什么可嫉妒你的 忘了告诉你 陈奇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来 叫一声姐夫听听 我和姐夫 在这里祝你跟霍晨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柳如烟极了 他比谁都清楚 我们俩的联姻意味着什么 否则 前世他也不会始终隐藏着对我的恨意 跟我虚情假意的演戏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不知道 陈奇是我男朋友 我跟霍晨 真的没什么 你可是我姐姐 怎么能如此歹毒 为了抢我男朋友 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轻咳了一声 柳如烟 不要凭空污蔑红礼 其实 刚才我们一直在门口 听现场直播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是柳红礼的未婚夫 他愿意维护我 我当然也不能在他被攻击的时候 袖手旁观 一句话 让柳如烟带愣在原地 脸色煞白 不 你不要误会 我跟霍晨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你们听到的都是假的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在这种场合乱来 这一切都是柳红礼的阴谋 他诬陷我 到了这一步 柳如烟还抱着侥幸心理 毕竟 眼见为实 我们只是听声音 他仍然可以狡辩几句 顺便 再反咬柳红礼一口 我忍不住暗暗感慨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是这种人 或许 他一直如此 只是曾经的我 给他套上了一层滤镜 才让他在我心里 跟旁人截然不同 我很想说一句 正常情况下 他确实不会犯唇 可如果 霍晨是被我挑拨 故意找刺激呢 没等我再开口 柳红礼突然拿出一个遥控器 问了一下 哎呀 可能确实是我误会了 幸好秦房有监控 下一个瞬间 二楼一堵影影墙上 出现了柳如烟和霍晨 纠缠在一起的画面 众人纷纷无眼 太赖眼睛了 气 弱大一堵墙壁 画面带来极强的冲击感 柳如烟彻底疯了 关上 立即关上 假的 这都是假的 陈奇 你听我解释 我是被霍晨强迫的 霍晨这个时候 终于从秦房出来 听到柳如烟的话 脸色再次阴沉了下去 他咬了咬牙 一把将柳如烟揽入怀中 谁允许你们欺负我的女人 没错 我确实跟如烟在一起了 我们是真心相爱 有错吗 你们这些豪门大族 都只看中利益 冷血无情 为什么非要逼如烟 嫁给不喜欢的人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 但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我一样能给如烟幸福 换做其他时候 霍晨这霸气的护妻宣言 定然让柳如烟 娇羞不已 没办法 他超爱 每次跟霍晨的拉扯 都小路乱撞 欲举还修 但今天 啪 柳如烟用力甩开霍晨 一耳光抽了过去 你给我滚 你这个混蛋 还嫌害我害得不够惨吗 失去联姻机会 意味着他父亲这一脉 在柳家彻底丧失话语权 柳红礼也会趁势而起 将柳家继承权揽入怀中 我彻底意识到 柳如烟爱的不是我 也不是霍晨 他最爱的始终是他自己 霍晨捂着脸上的巴掌印 脸色阴沉的简直能滴出水来 我轻笑了一声 走到他身边 小声呢喃 我说什么来着 不趁这个机会抓住他 你永远都只是下水道里的老鼠 见不得光 没错 我就是故意的 霍晨也是在我的暗示下 才大胆追求刺激 柳家是要脸面的 出了这个丑闻 我和柳如烟的婚约注定作废 他也就有了机会 呵 光退婚 有什么意思 不把他们这点破事抖出来 让他们俩彻底身败名裂 我一难评 不 这些还不够 他们俩这辈子要彻底锁死才行啊 后续的热闹 我没心情再看 无非是一群好事之人 对柳如烟冷嘲热讽 落井下时 我主动开车 送柳红礼回家 帮我系一下安全带 副驾上的柳红礼突然开口 我下意识伸手 可当安全带即将勒在他胸前时 我不自觉地红了脸 泽泽 你现在可是我的未婚夫 未免也太害羞了点 柳红礼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我 我尴尬道 这个 我 柳红礼耸了耸肩 一把夺过安全带 你要是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绝不勉强 反正 我也只是你报复柳如烟的一颗棋子 这件事 他不会善罢甘休 我可以帮你 大家互帮互助 将来你什么时候反悔 婚约随时可以退 他的心思倒是通透 我咬了咬牙 如果 我是认真的呢 柳红礼一愣 没等他回过神 我夺过安全带 低头帮他扣安全带的时候 一股淡淡幽香传入鼻息 其实 我一点都不勉强 你也不是什么棋子 而是我的未婚妻 爸 刚才调戏我的时候 柳红礼格外淡然 但真当我动手为他系安全带 亲密地靠近他时 他突然脸色羞红 有些局促不安 你 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 我深吸了口气 一本正经的印道 婚姻大事 岂能而戏 就凭他前世对我释放的善意 他值得 更何况 柳红礼 富白貌美大长腿 十分符合我的审美 我一点都不亏 以前 我偏信了柳如烟的话 对他有些成见 两世为人 那些成见早已消除 比起柳如烟 他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宝藏女孩 柳红礼脸更红了 语气紧张 可是 可是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你真的不是在耍我 我一愣 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 我们俩接触不多 虽说我被柳如烟洗脑 对他没太多好印象 但他并没有做出 让我反感的事 我最多算是对他敬而远之 我们俩都有些纳闷 相互交流一番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从小就被父母耳提面命 将来要跟我联姻 而且时刻提放着柳红礼 一方面 他在我面前旁敲侧击 败坏柳红礼的形象 另一方面 他在柳红礼面前 添油加醋 说我很厌恶柳红礼 高中的时候 我对你还是有些好感的 可因为柳如烟的煽风点火 我后来被送到国外留学 提起当年的事 柳红礼格外唏嘘 原来柳家是担心他抢了婚约 才把人送出国 我咧嘴一笑 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早一步不行 迟一步也不行 一切刚刚好 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天晚上回去 我前所未有的 做了个关于柳红礼的梦 梦中 前世我消失后 霍尘和柳如烟 对外各种秀恩爱 但背地里却矛盾不断 霍尘更是被查出 当初早就有了其他女人 装死逃到外地 也没耽误他花天酒地 两人重归于浩之后 他一夜抱负 更是背着柳如烟玩得狠话 柳红礼趁着这个机会 激发两人矛盾 分散柳如烟的经历 最终成功夺走柳家大权 将两人踢出局 并且找到柳如烟毒害我的证据 把两人都送进监狱 至于那个孩子 也被送到孤儿院 最后 柳红礼带着这个消息 赶到我的墓前 送上一束花 赔了我很久 我也算帮你报了仇 如果有来事 希望你不再碰到如烟那种女人 记忆中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愿你幸福 陡然从梦中惊醒 我掏出手机 给柳红礼发了条消息 这一世有你 我会很幸福久 一夜之间 柳如烟和霍晨的丑闻 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还有一些视频片段 流传到了网上 网友们直呼 豪门恩怨过于刺激 一大早 柳如烟就找了过来 跟前世一样 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地哀求我 陈奇 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了 你真的忍心看我被逼死吗 前世 虽然没有这档子事 但霍晨一直都是个有野心的 在我和柳如烟订婚之后 他将两人的不雅照和视频流传了出去 想毁掉婚约 我彻底成了圈子里的笑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爸妈也怨气十足地要跟柳家退婚 但柳如烟哭得梨花待雨 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是他强迫我的 我当时拼命挣扎了 但他给我下了药 我也是受害者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真的带了 他中途偷偷摘了 事后我吃了药 我爱的只有你 毕竟多年感情 我最终心软了 花重金压下网上的消息 也答应娶他 但霍尘那个混蛋 必须付出代价 我不知道当时柳如烟 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答应我报警 以强奸罪送霍尘蹲监狱 或许那个时候 他恨极了我 再后来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为了维护他的名声 提前举办婚礼 这一世 再看到柳如烟 那哭哭啼啼的模样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疼 有的只是 无尽的厌烦和怨恨 柳如烟用楚楚 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你相信我 我真是被他强迫的 那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还拍了视频 那天生日宴上 他以视频威胁我 我当然不希望 视频传出去 让两家颜面尽尸 让你被人指指点点 所以我猜 我冷笑了一声 这么说 我还应该感谢你 柳如烟表情有些尴尬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你要知道 我爱的只有你 我也是受害者 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 我微微仰起嘴角 你怎么证明 你是被他强迫的 这一次 没有轮到我提建议 柳如烟咬着牙 主动开口 我已经报警了 我会告他强奸 把他送进监狱 我摇了摇头 不行 我还是不信 霍晨跟我可不是那么说的 柳如烟急忙辩解 他的话不能信 话还没说完 一脸愤恨的霍晨 出现在他背后 柳如烟 你忘了你有多主动 见我躺在病床上 你亲手帮我擦身体 挑逗我 柳如烟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声嘶力竭地大吼着 你怎么在这 陈琪 你是故意的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在我面前打了起来 开玩笑 我当然不可能让霍晨 以强奸罪入狱 他们俩这辈子 注定无法分离 是 柳如烟流产了 他们俩搞在一起 已经有段时间 但因为怀孕月份太浅 柳如烟并没有察觉 这次跟霍晨打起来 一时失手 两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游记得在前世 柳如烟口口声声说吃了药 却一直瞒着我 催我早点结婚 让我误以为 他怀的是我的孩子 婚后 他给我下了 能导致神经错乱的违禁药 亲手将我送进精神病院 后来 父母车祸去世 我怀疑父母的死 也是柳如烟一手策划的 可惜当时 我已经在精神病院 根本无法跟外界接触 并不知道真相 柳如烟和他肚子里的孽种 就成了我的法定财产继承人 当我死在精神病院之后 他彻底掌控了 陈家所有产业 或许是我的心思阴暗了些 他这个时候流产 未免太便宜了他 闹出这档子是 柳如烟的父母坐不住了 两人带着身体虚弱 脸色煞白的柳如烟 再次哀求我和我父母 这俩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 如烟只是一时糊涂 犯了点小错 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并且跟我们保证 永远不会再跟那个男人接触 柳如烟沉着脸 点点头 陈奇 你相信我 我已经彻底跟他断绝了关系 我知道 你还是爱我的 对吗 我爸妈脸色都很难看 他们正要开口 被我拦了下来 我盯着柳如烟 可是 你们俩有过孩子啊 他是你的爱人 是你孩子的父亲 柳如烟脸色变了变 那就是个错误 孩子已经没了 不是你的孩子 我不要 我摇了摇头 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你跟霍晨 纠缠了那么多年 你不是早就对他情根深重了吗 一个全校风云人物 让无数女生暗恋的笑霸 却乐此不疲地跟你告白 你心里很骄傲吧 嘴上说着不喜欢那种社会渣子 却不肯让我教训他 彻底绝了他的念头 看着他对你如此痴情 纠缠不休 这种乱世绝恋 很浪漫 很让你心动吧 一边要跟联姻对象订婚 一边爬上他的床 这种禁忌之恋 你超爱 我每多说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 就白了一分 很显然 我戳中了他的那些小心思 不 不是这样的 他的解释 苍白无力 我们俩青梅竹马 二十多年感情 你爱我爱到骨子里 陈奇 除了我 你不可能娶别人 这时 一阵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音响起 柳红李气势汹汹地 走了过来 柳如烟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位 是你姐夫 对了 你和妹夫的婚事 二叔没心情筹备 我已经帮你筹备好了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 我也很感动 这辈子 你和妹夫一定要幸福哦 十一 不顾柳如烟的殊死抵抗 他被强行绑到酒店 跟霍尘举办婚礼 但这对愿偶 早就反目成仇 柳如烟恨霍尘 毁了他的前途 让他身败名裂 霍尘也恨柳如烟 差点把他送去蹲监狱 而且柳老爷子发话 柳如烟父亲这一脉 被剥夺了所有财产 霍尘的豪门梦破灭了 婚礼上场面格外热闹 成为本事最热新闻 我乐呵呵地 揽住柳红礼的仙仙细腰 我们什么时候举办婚礼 柳红礼翘脸微红 现在谈这些 太早了吧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也是 那我们先从恋爱谈起 别的女人有的 我的女人一样都不能少 趁他不注意 我偷袭了他一下 亲上那红润的猪唇 柳红礼脸更红了 掐了我一下 你干什么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耸了耸肩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还怕人知道 半年后 我和柳红礼举办了婚礼 婚礼上 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闯了进来 陈琪 你是我的未婚夫 你不能娶别的女人 你忘了你有多爱我吗 你怎么能背叛我 我差点被认出柳如烟 柳红礼语气冷漠 你不会以为 你装疯卖傻 就能忽略你干的那些丑事吧 下次见到我老公 记得韩姐夫 看到我的亲亲老婆 面色不善 我立马让保安 把人轰出去 不 应该是送他回去 跟妹夫团聚 两人应该永远在一起 至此不渝才对 事后我才了解到 柳如烟好像真的疯了 他跟霍尘的旷世绝恋 也不怎么样了 一对赤男怨女 整日是彼此为仇敌 恨不得弄死对方 柳如烟的父母 更是跟他一起 整天埋怨霍尘 起初 霍尘还能收敛一些 后来确定柳如烟一家 彻底丧失了继承权 甚至要被逐出柳家 霍尘毫不客气地 对他们举起拳头 直到有一次 霍尘喝多了 下了死手 一家三口咬着牙 弄死了他 柳如烟的父母 锒铛入狱 而柳如烟 彻底精神失常 当我在精神病院 见到他的时候 他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老公 你终于来接我了 我知道错了 我爱的是你啊 都是霍尘骗了我 我不该把他的死 归咎于你 我嫌恶地白白手 医生呢 快 给他加大药量 他的疯病 越来越严重了 柳如烟 泪如雨下 这都是报应 我不管什么 报应不报应 随着时间流逝 前世的许多事 都已经模糊了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 我会跟我爱的 也值得我爱的女人 幸福过完这一生 全文完 对我来说 了